没有想到,对于TVP老观众来说,过了比较寡淡的两个月,就接连迎来好消息,刚跟大家介绍了TVP年度重头剧《铁探》的新动态,一觉醒来,就看到了林峰回归TVP的新闻,想说幸福来得太突然,我不会是做梦吧? 是的,这的确不是在做梦,有生之年看到了林峰回归TVP,严格来说,是签约TVP旗下的新梦娱乐,熟悉新梦的同学都知道,新梦旗下的艺人,基本包揽了TVP剧的主题曲,片尾曲插曲之类的,除此之外,他们偶尔也会演一些TVP剧,比方说胡红军,周百豪,所以这次林峰签约新梦娱乐, 虽说大部分时间,还是会以歌手的身份出现,但是作为演员出现在,一些TVP剧里,是百分百事件,连林峰自己都称有机会,再次拍TVP剧,具体是哪部剧相信,大家很快也能知道了,平时写文很少,透露自己的喜好,大部分时间只聊作品,不过要说到个人,比较喜欢的演员, 林峰绝对排在前三,毕竟从小看着TVP剧长大,而且从每位情缘,寻情记开始到是图行者,林峰拍的TVP剧我基本都看了,包括评价比较一般的不速之约,林峰离朝后,也追过他几部剧,六扇门魏子夫勉强看完了,但是独步天下,真的是看了四集后期了, 那会就感慨几时,能再看他演TVP剧,没想一年多时间过去,这个愿望,终于要实现了,说到这次,林峰回归TVP,相信不少同学,第一时间想到的,就是使徒行者的续集了,使徒行者三了,毕竟这个系列,还留了不少彩蛋,可以延展出,不少剧情,特别是,使徒行者二作为前传,跟使徒行者之间,还有连接的部分, 就是不知道,几时能安排一下,论可能性,三哥苗乔伟近些年,都跟TVP合作无间,舍失曼离朝后,也有回TVP客串,加上林峰跟许少雄,使徒行者的班底,肯定是不愁的,使徒行者二的袁伟豪,黄翠如也问题不大,周百豪跟萱萱,也有操作的空间,所以要拍,使徒行者三真的不难,除此之外, 林峰在TVP拍剧多年,最大的遗憾就是,一直与世地无缘了,客观说,早期林峰,在TVP拍的剧,确实也好看,但是论演技,确实不如陈豪离要想他们,所以拿不到,也可以理解, 但是后期的,许多作品林峰的演技,已经有志的飞跃,拍的剧,也是叫做又叫好,总是无缘,也确实太伤了,如果,再次拍TVP剧,希望会有好作品,马德中拿尸蒂的模式,也可以稍微复制一下,最后问题来了,林峰都回TVP了,郑家影啥时候,也回去玩玩,回来,